1月13日 彭于燕工作室发布声明辟谣与某男艺人的恋情 并配文称 感谢法律还以公道 感谢给予关心与支持的每一位朋友 最近 吃瓜群众都在吃王力宏和李靖磊离婚的瓜 彭于燕工作室的律师声明让很多吃瓜网友非常不解 不少网友表示近期根本没有看到有关彭于燕恋情的爆料或者八卦 根据声明内容显示 彭于燕工作室的声明一方面是辟谣在网上流传已久的恋情谣言 另一方面是对已经起诉造谣网友案件的通报说明 声明中称 从2021年1月起 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彭于燕先生与某男艺人出柜 彭于燕先生与某男艺人恋情的不实谣言 针对在网上肆意传播的谣言 工作室委托了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取证 并起诉了多位造谣网友 声明中通报了已经结案的一起诉讼 某APP因为没有尽到审核义务 导致该APP的用户在该APP上发布了很多有关彭于燕的不实谣言 彭于燕委托律师事务所起诉了该APP的公司 经过法院的审理和调解 该公司已经通过公开渠道向彭于燕进行了道歉 声明中还写道 对于恶意侵害彭于燕先生名誉权的行为 本所将持续予以关注 追踪 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称彭于燕太惨了 总是被造谣 还有网友留言询问是哪位男艺人 有网友则回复称 好像是唐 通过搜索发现 在2021年1月份之后 确实有很多有关彭于燕和唐宇哲的不实报道 其实 彭于燕这两年也频繁被传出恋情 先后和张俊宁 蔡依林传出绯闻 作曲 李宗盛 蔡依林传出绯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